朝鲜的前世今生十三 红武七年及1374年9月22日 太监崔万生无意间向高丽公敏王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 公敏王的轻位红伦和义妃有了私情 义妃不小心怀上了红伦的孩子 公敏王大怒决定杀掉红伦 并暗示所有知道丑闻的都必须死 崔万生一下傻了 想到自己可能被灭口 就跑到红伦那里告密 第二日凌晨 崔万生和红伦等轻位进入秦殿 乱箭砍死了公敏王 然而这场看似偶然的离奇事件 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 在公敏王被杀的两年前 大名长盛将军徐达 受命征伐逃亡塞外的蒙元政权 屡战屡胜的徐达逐渐被引入了蒙古荒漠 北元骑兵利用其擅长的伏击 使徐达遭遇了其带兵以来的第一次惨败 这场末北之战的胜利 让逃亡的北元政权看到了再次崛起的希望 同时也极大刺激了游宜在亲民还是亲缘政策的高黎军臣 同年 盘踞在辽东的北元将领纳哈出 在高黎亲缘势力的帮助下突袭辽东 明军损失惨重 朱元璋震怒了 其实明军的失利对于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朱元璋并不算什么 但朱元璋无法忍受的是吃力爬外的高黎 所以老朱立即痛斥公敏王 并断绝了与高黎的路上往来 公敏王被杀的前一年 北元派大使游说公敏王联合对抗明朝 公敏王本身是比较务实的亲民派 他决定杀掉蒙古大使 但高黎由于长时间被蒙古高压殖民 亲缘势力依然很强大 公敏王迫于压力 又不想得罪大名 在晚上接见了北元使者 然而公敏王这种走钢丝式的外交手法 反而加剧了高黎国内亲缘和亲民势力的博弈 公敏王被杀的五个月前 明军已逐渐恢复元气 准备再次出兵塞北 朱元璋向高黎索要 冀州岛的好马2000匹 此时的冀州岛 还是被蒙古人霸占的木马场 公敏王打着给大明献马的旗号 收服了冀州岛 可是平定冀州岛后 公敏王只给大明贡献了300匹马 即便如此 亲缘势力也进一步被激化 北元势力也开始暗中扶植新的高黎国王 公敏王被杀的三天前 高黎亲缘势力开始勾结北元推翻公敏王 一个蒙古喇嘛不小心泄露了北元扶植沈王 取代公敏王的秘密 公敏王迅速把这个喇嘛和所有受牵连的人关入大牢 亲缘派不得不加快动手 正好洪伦崔万生等人对公敏王不满 机缘巧合之下 这两个倒霉鬼成了亲缘派的工具 公敏王被杀不久 亲缘势力马上杀死明朝大使 着手拥立亲缘的沈王为高黎王 但事出仓促 精明的高黎大臣李仁仁 抢先拥立王污为王 公敏王被杀的第三天 十岁的王污继位 在全臣李仁仁的辅佐下 开始恢复与北元的关系 1377年王污获北元册封 高黎重新使用北元年号 但高黎不想 也不敢与明朝断交 继续向明朝朝贡 大明的霸道总裁朱元璋 对这种脚踏两只船的行为非常厌恶 高黎的使节来一个 他扣押一个 1387年明朝大举进攻辽东 让高黎人仰视的北元名将 那哈出被明军修理的惨不忍睹 最后屁颠屁颠的投降了大明 第二年雄心勃勃的朱元璋 准备收服元朝在朝鲜半岛的旧地 并设置铁岭位 明朝的铁岭位于鸭鲁江东部 现在的朝鲜境内 后来铁岭经过两次改制 迁移到现在的辽宁省 铁岭位和以前的天津卫 沈阳位一样都是朱元璋 创立的边防军事组织 位的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师 然而铁岭位的设置 却触动了高黎奋清君臣 那容易受伤的心 虽然鸭鲁江东部的部分地区 在汉唐时期曾受中国管辖 但高黎将他视为其固有灵土 所以在得知明朝设立铁岭位的消息后 高黎王王乌立即向明朝抗议 并杀死了21名辽东派来通报的官差 王乌能如此嚣张 除了其个人比较二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当时明军的主力还在征讨蒙古 辽东相对空虚 头脑发热的王乌以为机会来了 竟然主动进攻大明 出征的主帅是李承贵和曹敏 李承贵自从击败入侵高黎的红金军后 威名远镇 此后李承贵屡历战功 在高黎王朝的威望是与日俱增 但李承贵本人是朱元璋的粉丝 反对进攻辽东 于是他带着兵晃晃悠悠渡过了鸭鲁江 就不走了 主帅都这样 下面的小兵更是士气低落 逃兵一波接一波 而就在高黎出兵辽东的十天前 明出最后的战神蓝玉 端掉了蒙古的老窝 北援政权灰飞烟灭 横扫天下的蒙古铁骑 都不是明军的对手 更何况被蒙古人吓破胆的高黎军 李承贵觉得自己攻打明朝是死路一条 于是杀回高黎 废了王乌 随后李承贵先后拥立了两个傀儡国王 1392年李承贵正式登上了王位 在登基之前 李承贵对外宣称 王乌的生父不是孤敏王 而是孤敏王时期的权臣新屯 这里隐隐有些阴谋的味道 高黎王朝没了正统继承人 正好预示着王室江山气数已尽 李氏改朝换代 天经地义 所以李氏王朝时期编著的很多史书 都会有刻意丑化孤敏王父子的记载 当然了 王乌的身份本身也有许多疑点 至于他是不是孤敏王的亲生儿子 也算个历史之谜了 除了丑化高黎王室 李承贵还大量诛杀王室成员 一些侥幸跑掉的王室后裔 为了躲避杀身之祸 纷纷改姓 以至于现在的朝鲜半岛 很少有姓王的家族 斩草出根 丑化前朝 都是为了确保李氏江山的合法性 但李承贵更迫切需要的是 获得大明王朝的承认 因此窜取王位的李承贵派遣大使 向明朝称臣 并请求朱元璋为新的王朝 裁定国号 朱元璋经过慎重考虑 为这个王朝确定了新的名字 朝鲜 为了区别古代朝鲜半岛 曾出现过的朝鲜国 史学界习惯称呼该朝代为 李氏朝鲜 或者李朝 朱元璋虽然承认了朝鲜王朝 但令人奇怪的是 朱元璋一直没有册封李承贵为朝鲜国王 以至于李承贵 屡次上书大明都战战兢兢 不敢自称朝鲜国王 在李氏朝鲜成为大明藩属国的两个半世纪内 朝鲜王朝得到了大明近乎无私的庇护 明朝不像元朝那样 喜欢干涉内政 敲诈勒索 烧杀抢掠 相反还会不断向朝鲜输送先进文明 促进商贸往来 所以李朝成为了朝鲜民族 经济文化发展最为繁荣的王朝 但是16世纪末 东亚某个岛国开启了强盗模式 半岛的和平再次被打破 朝鲜王朝能否度过这场危机 我们下回分解